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英超和一场西甲的比赛 第一场是曼联和狼队的比赛 第二场是马静和格拉纳达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场曼联和狼队的比赛 之前在上个赛季曼联是38场比赛 23胜6平9负 积了75分排在第三名 狼队这边的话是38场比赛 11胜8平19负 积41分排在第13名 那就是一个中游球队吧狼队 那两队网级交手方面来看的话 曼联这边是一个5胜3平2负 近时尚表现 上个赛季在这个主客场分别都是 分别是1比0和2比0赢下的狼队 所以总体来看 再加上人气方面 曼联这个人气方面 总体来看 曼联这场比赛肯定是市场的一个偏向方 这个不用咱们多说 因为再加上 这场比赛又是在老特拉夫的这个曼联的主场踢球 所以这场比赛 曼联是一定会被看高的 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清楚 拿着这个定位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方面啊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一个半 也有给到一球球半的啊 咱们结合网级来看 因为曼联在上一上个赛季是在主场 临场的时候是给到了 球半 也有给到一球球半低档的啊 球半的话给高档 最后还是2比0赢下了比赛 那所以这个初期给到了一球 球半和球半的话 属于合理啊 对于曼联来说 也属于合理的 那在合理的基础上 中期保持这个低档 在市场方面的话 曼联也确实是热度一方 咱们刚刚这个提到了 因为他们这个球队的差距和包括曼联的这个人气 所以在有热的情况下 给到了曼联这个低档的 实则就是在保护曼联啊 现在的话给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档位 然后也有给到175这个高档的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好曼联在主场能够顺利打出啊 结论是让平和让胜 比分是2比0和2比1 好来看第二场 第二场的说话是马静和格拉纳达的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话 马静上个赛季是排在这个戏甲第三啊 38轮比赛以后是23胜8平7负 积了77分排在了这个联赛第三 上个赛季的话 巴塞罗纳也是 他们和这个黄马差了一分啊 主要巴塞罗纳上个赛季太猛了 拿了88个气氛 那格拉纳达这边的话 他们上个赛季是在这个细踢球啊 以这个细第一的一个姿态进入到了西甲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一下先看一下网级 网级方面的话 马静肯定是有优势的啊 7胜2平1负的一个战绩 加上马静是西甲这个第三 再加上格拉纳达是一个升班马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的这个在初期的人气肯定也是在马德里经济这边的啊 那咱们带着这个定位来看一下数据方面 数据方面的话 亚洲初期是给到了马静那个球半 中档 也有给到低档呢 那通过网级观察的话 这个球半其实对于马静 网级交手来说的话 属于一个 高看了马静啊 那先机当话给到马静这个中档 就统一给到一个中档以后 我觉得让马静一直去吸收了这个市场的热度 因为这个回报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马静是任督一方的情况下 没有去保护好马静 也没有去阻挡马静 所以这场比赛咱们看好格拉纳达最多数一个 好吧 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两场啊 第一场的话 刚已经给兄弟们整决过了 咱们看好曼联 结论是让平让胜 比分是2比0和2比1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格拉纳达方向 结论是让平让负 比分是2比1和3比1 好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 兄弟们